做藝人幫到我生意上的事其實都多 例如你去見一個廠 去見到你 其實我們打開話題是很容易的 這個是一個套餐 但背負著的事就是 你千萬不要做錯事 你的產品要好 你不要欠人錢 有權利必有義務 做人和做生意都是一樣 港者出身的綠絲尹 早在十年前就轉戰商界 除了和家人學做生意之外 又和生意拍檔合作開貿易公司 因為港球排長 沒有實際地下手下腳計算 最終生意失敗 更加負債百萬 後來Sharon重返幕前一段時間 但覺得娛樂圈的工作機遇難以掌握 決定吸取經驗 在商界重新起步 那時學會是怎樣去找廠 有我自己的鋪包 即是我是香港小姐 那這些所有的東西 我覺得不要浪費了它 於是Sharon在2015年再度創業 投資了六位數字 創立了網購平台Sharon's Workshop 代理日本護膚產品 首次接觸美容界 Sharon在剛起步的時候 都遇上不少困難 因為當初我們談的時候 我都未做自己品牌 是說做代理 我們會在香港搞一些活動 幫他宣傳 日本廠會講日文 打日文 但問題是我不懂日文 用英文打過去 但他不預約 我自己做一份介紹自己公司的工作 有我自己的鋪包 即是我是香港小姐 放自己上台 他們看到之後 好像 咦 興趣大了 就開始給我去他們的廠看 Sharon憑著個人的知名度 花了九個月時間 終於拿到日本品牌的代理權 為了宣傳推廣 Sharon和日本廠房索取樣本給藝人試用 但得不到他們的支持 於是把心一橫 投資百萬成立自家護膚品牌 到 主供30歲或以上的女性市場 護膚品品牌大概三年前開始 跟日本的合作 跟日本廠那邊去做我的貨 因為藝人買不好的東西 除了毀了你的牌子 毀了你自己 我要買我的東西的人 是有信譽 我對他們有承諾 目前單計香港門市 已經有二十幾個銷售點 除了在自家平台 亦是HKTVmall eeprice.com等網商平台出售產品 新產品出 我們說明書有寫 有時人們打來打電話 或者發訊息 inbox問問題 我看見我忍不住 我便會立刻回覆 每一部分我都要知道 它發生甚麼事 這樣才中間有甚麼毛病 我才能處理得到 未來 Sharon希望能夠打向品牌的知名度 亦計劃推出更多元化的護膚產品 與此同時 她希望藉助KOL的力量 一起在網上直播宣傳 加深港人對品牌的認識 很多人都說自己的品牌 用你自己做招牌就行了 不是這樣 因為你賣花賺花香 反而反而我們要借助別人的力 例如現在很多網紅 KOL做得很出色 我很希望可以去到他們的平台 跟他們一起開LINE 再次聽見 她的小片 神經病 很成功 我們可以去做 或讀給你 這樣 我們可以去做 我們可以去做 我們可以做 我們可以做 兩 Sara